Rodberg 主持人 《非诚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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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你好, 我是超级爷爷SUPERZ 现在住在台湾的日本人很多 我出门在外面常常听见 旁人与日本话交谈 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对此镜头滔滔不绝 自称超级演演SuperG的YouTuber 本名是沐夏尊一 来台已经40年 原本从事写作 2020年8月开设频道 介绍台湾独特的生活趣事 探讨台日之间的文化差异 其中这一部 感谢台湾人对日本311大地震的捐款 创下超过62万次点月 那个恐怖的天灾 再也不要回想 可是那时候台湾为灾区捐了很多钱 听说总共大约85亿台币 这件事情我们日本人不要忘记 三一大地震之后 台湾捐款给日本很多钱 可是当时很多日本的大媒体 都没有报道这个事情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两三年之后 他们慢慢知道之后 我从一个朋友那边听到 灾区的人想知道台湾的事情 那那个时候我觉得 这好像我可以做一些事情 我写一篇有关三一大地震为背景的台日之间的故事 可是后来想一想 这个话题蛮敏感的 我又不是灾区的人 还是不敢 但有一天早上起来 我想到了 如果我写台湾捐款的故事 那应该灾区的人也有兴趣吧 我决定写这本书 从构思到出版 总共花了快四年的时间 为了将台湾的善举告诉日本人 木下尊医靠着一股热情全台跑透透 包括山区国小 偏向地区的乡工所 大学校园 佛教团体的义工队 到高炳老店 四处收集募捐股市 我采访的时候 先跟受访者说清楚两件事情 一个是我用虚拟的方式写 那另外一个是 还不知道能不能出版 可是他们都很乐意地答应受访 我觉得很高兴 这三十年成为台湾对我的照顾 我觉得写完这本书 应该是我能报答台湾的最好的方式 木下想要写书报答台湾 但是一个素人 要在日本出版小说难度极高 他与出版社洽谈多次 被狠狠地当面拒绝 凭着一股信念 努力了四年不放弃 可是全部的稿子写完之后 去找出版社 没有想到这么困难 我虽然在日本有出过书 可是在小说界没有名气 所以一直都没有决定 最后能跟一家大出版社 江潭社合约到 算是运气好的 输出之后的销售状况还不错 日本NHK电视台在很好的时段 帮我报导我的书 节目播出这个之后 我的书冲上排行第十一名 那时候的第十二名是 冲上冲实的新书 联系起台湾人和日本赛民的 Aligado谢谢 在2017年3月出版 木下怀抱着总有一天 要在日本出版小说的梦想实现了 出书半年后 他开始在日本巡回演讲 一共举办了十场 许多听众得知台湾的善举 都相当感动 那这个演讲的时候呢 我介绍台湾民间的自发性权管 那时候我一边讲 一边听到听众的哭声 台下好像听了之后 没有人不感动的 他们都感到台湾的恩情 很多日本人产生对台湾的好奇 好感度也增加 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人 也喊叫台日友好 是这样子 这本日文小说 故事本质是基于 70%的真实事件 融合30%的虚构 虚构部分 假如木下在台湾生活 30年的经验 透过阅读小说 让日本读者感受 他们日常生活 难以体验到的台式温暖 很多日本人看了很感动 现在也将有综艺版 其实我之前就 常读木下先生的文章 然后他在复刊发表 他也出过散文 那这本书是我们觉得很特别 他用小说的方式 介绍给日本人 台湾三一大地震 为什么捐款这么多给日本 让日本人知道 对 那在日本也很受到矚目 然后我们是觉得 把它翻译成中文很有意义 木下尊一不遗余力 推动台日友好 透过他的文字发挥力量 促进台日民间交流 来台数十载 至今还是经常有人问他 为什么会到台湾来 被风吹来的 可是那个感觉是 我的感觉是这样 人在哪边做什么什么 这个完全是 不是自己决定的样子 所以我是像普公英的序一样 一阵风吹起 然后飘洋过海来到这边 落地生根 有这样子的感觉 木下尊一2011年 以中文书写的小说 普公英之序 荣获第十一届台北文学奖 年金类得奖作品 成为第一位获得奖项的外籍人士 也是因为这一座奖 把它留在台湾 因为我是最近30年住在台湾 平常观察很多东西 那时候感受到的东西 全部写成一些产文 之后报纸的复刊 我有连载集结成一本书 吹笔台湾日子 里面一篇文章 根本没有想到 被选入台湾的那个 国小五年级的课本里面 木下尊一堪称是 推动台日友好的民间大使 他从不会中文的观光课 日文老师 旅游月刊总编辑 作家到YouTuber 身份不断转换 不变的是他对台湾的喜欢 好几年之后我妈妈说 我儿子要嫁给台湾了 我现在住在台湾 我成为这边的一份子 有了那个永久居留症之后 这个感觉更踏实的感觉 今年60岁的木下尊一 在台湾度过三分之二的人生 对他来说台日都是他的故乡 但是是台湾让他一元作家梦 开启了无限精彩的写作生涯 对于台湾这片土地 他有满满的感激 ありがと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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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